這個酵素對我們身體健康 通常來講 如果這個酵素是天然生產的 比如說是它從某一些的植物裡面 抽取出來的 或者是從天然比較好的 這些菌類 它繁殖了之後 從菌類自己分泌出來的 這個東西通常比較安全 OK 好 那我現場看到一個很厲害的是 因為它廣告打很大 然後就說它 去汙效果非常的強 就是這一個 那這一個呢 它最小包耶 它的成分 因為它是試用包 不好意思 好 來 它的成分建議使用 我要仔細看一下 這包很小 字也非常小 所以說我要問的問題是 很多媽媽覺得說 那我乾脆就買那種 去汙效果最好的 對 這個東西其實滿危險的 如果說跟皮膚直接接觸的時候 皮膚可能會產生潰爛的現象 是嗎 因為呢 因為它把這個氧化劑 強氧化劑加在裡面的 它把所謂的介面活性劑 也加在 也都加在裡面的 然後它把特殊的特用酵素 就是Enzymes 它也加在裡面 那講這樣應該很好啊 既然有氧又有酵素 那表示什麼都可以洗啊 你講的啊 有氧有酵素啊 但是一般來講 我們衣物的這個纖維 都不會做到這麼複雜 有時候呢 它比如說你是棉質的 或者是麻的 或者是聚質的 如果呢 你用的不對的時候 你衣物的纖維 反而會被它破壞掉 洗衣服的時候啊 你的纖維是哪一類的 你一定要用 適合的這個洗淨的這個 教授 這問題就到了 我的衣服是哪一類的 我從來不知道耶 有標籤啊 你不知道有標 旁邊有標籤啊 標籤我告訴你 現在在看我們節目的媽媽 有多少人在看標籤 就是啊 現在趕快拿起來看啊 不是 你每次洗一桶衣服 我們只會把白的跟黑的分開 這就不錯了 對 最多今天有空再把襪子分開 沒有空了嘛 那一桶 我怎麼一件一件 而且都臭臭的 真的 對不對 怎麼分呢 非常重要就是說 衣服 衣服都有兩大類的標示 一個是它的成分的標示 這個要知道 另外它會有洗標 告訴你怎麼洗 或可不可以燙 包括溫度上面需求的標示 這兩個你一定都要同時看 但是萬一你看出 明明就是這樣的材料 但是它卻建議我們 不應該用的洗的方法的時候 這個廠商是很有問題的廠商 你會發現有這樣的這個情況 比如說這裡面 比如說它這裡面呢 有所謂聚子的這個纖維在裡面 但是它卻建議你可以去氧化 甚至可以用比較高溫的方式 去洗或燙的時候 這個廠商是 那個標示絕對是錯的 就有問題的 所以我們如果肌膚接受到 非常鹼或非常酸的東西 應該都是不對的 都不對 連衣服都可能會不對 所以像它調到那麼鹼 PH值9.5 正負1.5 它是為什麼要調那麼鹼 它洗衣效果會比較好嗎 它會對一些 比如說我們身上 所沾的污垢 特別是酸性的污垢 大家衣服穿久了之後都發現 衣服會有酸臭味 然後它會對那些酸臭味 所以裡面的成分 產生比較強的分解現象 然後比較鹼的東西 對我們身體穿久了 包括內衣 它都會有比較我們身體油脂 我們油脂線排出來的油脂 它對油脂分解的能力 我們叫加鹼去水解 叫做水解 所以它對油脂類的東西 也會有比較強的破壞的效果 但是如果太鹼的時候 是會產生問題的 OK 好 所以現在吳教授要做一個實驗 就是把這個 我們大概五分之一的水 加上我們剛剛同等量 1比1的洗衣粉 我們來看看它的酸鹼值 到底是多少 這個酸鹼值太鹼也不對 太酸也不對 對肌膚會不會過敏 也會過敏 因為我們的皮膚基本上 不能夠承受太鹼 哇 老天 好緊喔 它一放下去一秒馬上變色 會不會太誇張了 這個我覺得這個 所以它根本就是 作假 這什麼牌子 公布它 公布它 不要用它 這個好像這一包在10塊錢 是不是 真的假的 這是在貨車上買的一個 老天 這一個 它不是大牌子 這一個實質上來講 這個顏色已經高過PH11 但是它自己號稱最多指到9.5 而且我們還加了水去稀釋 所以這個從標示上來講 它就是不時的標示 而且你看它說它是通過國際ISO 9001品質認證 通過國際ISO14001環境認證 如果說它連PH值都可以說是假的時候 那個ISO的認證也可能是假的 就是做假的 好 所以這個是在那種 什麼幾元店買的 好像一包10塊錢 所以就不超過50塊那種是不是 所以彭彭媽媽我覺得 還是不要貪小便宜 對 因為它這個上面寫PH值器 一看就怪囉 我們做出來的實驗更可怕 我們剛剛只放1秒 1秒而已 而且過去也有人產生這種現象 它去一些比較不是震盪的賣場 那是夜市的賣場 它買了液體的清潔劑 回來洗東西的時候 結果它到最後它必須要結汁 對 因為洗淨號稱非常強 它也沒有戴手套 但是它不知道說那一個 液體的清潔劑裡面 有我們所謂的 我們叫 清佛酸是一個弱酸 但是它本身腐蝕力很強 它會一直鑽 一直鑽皮膚 鑽肉 鑽骨頭 然後這個時候沒辦法 醫治通常就要截止 天啊 好可怕 我怎麼不然覺得 我們小孩可以長到這麼大 很不容易的 因為我也是這樣子 各種品牌用啊 我們也是蒙蒙懂懂對不對 對啊… 好 那有一種叫做螢光劑 因為我們現在收到的 這健康資訊很多 所以很多媽媽知道說 螢光劑是不太好的 不太健康的 我們怎麼從這個包裝上面 判定它有沒有螢光劑 它如果有寫 比如說是蒸燕劑 剛剛這個很奇怪 這個就有寫蒸燕劑 真的喔 有寫蒸燕劑 蒸白劑 或者是蒸色劑 這個都表示 它有加螢光材料的可能 因為我們一般的這個衣服 舊的衣服就是舊啦 不可能衣服越洗 好像顏色越鮮豔 或越潔白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它寫成這樣真迷人耶 對啊 很迷人啊 對啊 就覺得 那個衣服好像跟新的一樣 就覺得我們不買 好像虧欠它 對不起它 但是現在有一種 就是所謂的天然的 它標榜天然 用什麼乾麥 對 檸檬這一種的 那真的就是會比較好嗎 通常來講天然的單一成分 都沒有辦法把我們的衣服 或要清洗的物件清洗得很乾淨 它也許會有這個天然的 某一個成分在裡面 但是它會輔助很多人工的成分在裡面 甚至有些天然的成分呢 它是拿這個天然的成分 在經過化學改良修飾了之後 才產生了這個洗衣的這個成分 這樣它也會號稱是天然 所以這個時候 大家在買這些產品的時候 就要特別注意 包括剛剛有在講的 比如說它只是界面活性器 它會跟你講說 所謂天然的界面活性器 大家都知道界面活性器都是 通常來講都是油脂做的 包括我們的肥皂都一樣 所以剛剛瑞琳那邊有講 它洗了因為有油耗味 油耗味是因為 在做這些清潔劑的 界面活性器的過程當中 它那些油 用來做不管是動物性的油脂 還是植物性的油脂 像椰子油等等之類 它沒有把它再造化反應 變成肥皂的造化反應 我們叫Suponification 這個反應把它弄得很完全 所以會有一些油脂類的成分 來流下來 所以久了之後 你衣服放久了 你會發現它裡面好像有臭油味 臭油味 對 會有這樣的這個現象 但是現在有很多這種產品 它加了單一的 所謂的天然的成分之後 其他的不是天然的 它也會跟你宣稱是天然的 甚至有些呢 比如說它裡面有加了某一種 我剛剛講的這種所謂的酵素 或者是酶液的成分 它還有其他 你它雜七雜八的成分呢 但是它會跟你講說 我這個是酵素清潔劑 所以有時候會 廣告上面它會誤導人家 或者是比較以片概全 所以其實這個大家在買這些產品 都要特別小心 好 那我就要幫觀眾問一下了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事情 都會follow吳教授嘛 就吳教授買什麼 吃什麼 我們跟他嘛 因為他做過很多實驗 吳教授你們家用什麼洗衣服 我們家洗衣服是用 用他太太洗衣服 肥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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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的是黑黑咖啡色那種肥皂 咖啡色那種 不是 有三種肥皂 一個是液體的肥皂 一個是肥皂絲 另外一次肥皂塊 都同一個品牌嗎 同一個品牌 對 就是那個品牌 就是那一個品牌 那你用它來洗所有東西 所有東西 包括洗澡 你也用它來洗澡 對 包括洗澡 那你有油耗味嗎 你有油耗味嗎 沒有油耗味 它那個有還原是不是 我現在站在主持人旁邊 沒有油耗味 沒有 它長腳也不能洗 你家說用那個洗 你看他頭髮很黑 我爸爸也是這樣 我爸爸清洗 也用那個洗頭 我從小到大 我爸爸都是用那個洗頭 頭髮非常的黑 真的喔 我真的聽過人家講這樣子 一塊肥皂從頭洗到腳 對 要注意就是說那個肥皂 也是剛剛講說 為了要分解油脂 所以它會比較簡一點 所以你不要直接抹在我們皮膚上 你要抹在毛巾上面 你抹在毛巾 或者在手上先戳戳之後 然後再用頭 對 再用頭再去抹 這樣的時候 你的皮膚就不會有受到太強的 那你洗澡也是要先稀釋一下再洗 對 不能直接抹 不要直接抹 對 不要直接抹 但是洗衣服就可以直接抹了 洗衣服就可以直接 但洗衣服你的量還是要去斟酌一下 我們會建議就是說 假如你是用它那個液體的這個肥皂 你把它倒進去的時候有清水 把它跟清水穩勻了之後 然後買一個這個 這很便宜嘛 十幾二十塊錢 你量一下 自己測測看 對 它的酸鹼值是不是 比如說是8或者是多少 不要很減 這個時候就表示 你這一潮的洗衣的水跟清潔劑 它的比例是OK的 所以幾是OK的 酸鹼值多少是OK 大概是在8左右 8是OK的 8左右就OK了 這個時候也不會傷害到 你的衣物的材料 這個時候也告訴你說 我這個洗衣巾是不是用得正好 其實這樣用下來 你的洗衣巾會節省很多 教授 我想要問一個問題 就我們有時候為了要方便 那個量可以減少一點空間 我們就買那個濃縮的 本來用四瓢的 現在一瓢就可以了 那濃不濃縮 對我來講方便度不一樣 那當然要不要用濃縮的 你也可以用濃縮 就是我剛剛用的那個原則 拿這個東西先去檢查一下 這個原則就變得很重要 你用一般的 你也許用了10CC 用濃縮的時候 說不定你2CC就夠了 所以它減減度要是在8左右 差不多8左右 不然會傷害皮膚 你會傷害到你的衣服的質量 好的 所以這個是吳教授分享 他今天的專業 還有他們家自己的經驗 如果朋友媽媽覺得說 好吧 我想要自己去做一些天然的清洗劑 OK 要怎麼做 我們接下來就請到素芬 來告訴我們 教教我們要怎麼做吧